在这地方我们要来操作一个相机弹片的下压分析 那我们使用最简单的分析方式 就是在弹片的上端给一个强制位移2.8mm 然后底部去做个基础 那其中弹片我们使用同的这个材料性质 首先开始一个新的档案 将模型去做个汇录 模型汇录之后 那我们要指定它的材料 在材料的地方我们去点选其他材料的类型 选择到弹簧的这个部分 选择一个铜片的材料 直接透过拖曳的方式将材料指定上去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一个拘束地步 拘束 OK 那我们给一个强制位移量 按下确认 那么在做分析的时候 在这个单间分析里面 那其实在分析的时候 不知道他哪边会自身发生接触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会建议各位 在比较保守的分析的做法上 可以将这个弹片 有可能发生区域的不会去定义接触 OK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接触的参数 按下确认 在这个地方我们去添加接触对 我们选择到一般接触 选择这个弹片的这个上端的这个面 那有可能接触就是这个底部的位置 按下确认 OK接下来我们去新增一个分析 在所有的分析项目里面 你可以选择到其他就可以点选 那在这地方我们选择到一个非线性结构分析 将名称做一个贿赂 输入 那分析控制里面 我们将几个非线性打开 输入控制的部分 你可以把方程率网格点应变能这些都勾选 按下确认 这时候你只要并存新挡 就可以直接求解 他会自动帮你去做网格的划分 那他一般default的就是内定的这个网格 是会比较粗糙一点 所以 你会发现当网格比较粗糙的时候 很容易发生所谓的积分点 奇异点的部分 所以在这地方你可以自己去指定这个物件 使用较细的这个网格 较密一点的网格 然后再进行纠结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是可以直接计算的 所以有时候遇到这个网格太过出招而不能计算的时候 不要很紧张 你试着把网格的元素尺寸 用C点就可以进行所谓的计算 那在求解过程顺便跟各位提醒一下 在我们的工具选项里面有一个分析结果 在这里里面有一个处理器数目 那NFS是不限制各位去使用的求解数目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处理 champ 那个CPU的数目把它调到最高 这部分 我们现在就等他抽解 现在这个 分析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分析结果 那在这个部分有一个类似鎖头的这个图片 这图片哦 可以切換到這個硬力分布的地方 將這個變形切換到實際變形 去做個 分析的這個動畫的播放 那這邊 你可以只選擇播放 成形過程 那如果說你沒有勾選他會把你這個變成一個往復的這個 動畫播放OK 那我們在觀看這個硬力值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調整這個最大的硬力值 有注意觀賞我們追的觀看我們這個硬力 最大分布點 譬如說我們假設想補硬力只是一個400mPa 要確認 這時候你就可以確認 在這個下過程他的最大硬力值的分布 那在這個地方為什麼硬力值顯示會特別大 因為在那個 我們材料庫裡面提供材料都只有線性端的材料 那如果說要考慮到 比較完整的特性 會